龟和鹰 有一天,乌龟看着远在空中盘旋飞翔的鸟, 叹口气说, 唉,要是我能飞就好了, 那我就大不相同了。 这不过是个离开地面的问题, 如果我能到达空中一定的高度, 就能像任何鸟一样翱翔了。 他开始练习小小的动作, 在空中摇动前掌, 尽量伸长脖子, 他甚至从两三块小石头上跳下, 来试一试自己的技能, 但每次都肚子朝下相当重地落在地上。 嗯,如果我能到风可以带动我的地方去就行了。 乌龟嘟嘟囔囔地说。 有一天, 龟像往常一样看着飞鸟, 一只巨大的鹰落在它旁边滴滴的树枝上, 用嘴梳理羽毛。 龟羡慕地看着它, 后来它想出一个主意, 鹰,你教我飞好吗? 鹰笑着说, 将你飞? 这可不能, 你没有翅膀怎么起飞, 你最好还是待在地上吧, 龟, 那才是你待的地方呢。 龟不死心, 他请求哀告, 还答应给鹰各种酬劳, 最后鹰勉强同意帮它。 你只要把我带到空中就行, 然后我就会像你那样被风带起来的。 龟信心十足地说, 鹰用爪子把它抓起来。 鹰越飞越高, 下面的树木和房屋看起来就像火柴棍搭的玩具一样。 啊, 啊, 好啦, 龟激动地喊着, 放开我, 告诉我腿如何运动。 鹰松开爪子, 但是还没来得及向龟建议, 龟已经摔了下去, 远远地掉在下面坚硬的石头地上了。 怎么证据。